台北市中正區古嶺公園 週末夜熱鬧滾滾 民眾有的玩 有的吃 還有表演可以看 度過充實的週末夜晚 在地往昔里里長 向萬浪也準備摩采活動 讓參與的民眾 將好禮帶回家 覺得很新奇 因為原本家裡就不是客家了 看小丑劇啊 然後學客家話這樣 就是現場很熱鬧 然後這個活動氛圍很好 當然做身為里長 有機會申請就要盡全力的申請 那我們孤嶺公園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大家很喜歡的一個公園 因為有這個舞台 所以我們有比較得天獨厚的優勢 同時我幾乎每年 我們都辦個客家的一個活動 因此客委會看到說 我們就跟客家鄉親 還有周邊的鄉親 互動都非常好 因為實力考察一下 認為這個場地 確實適合辦一些 這種社區型的一個活動 因此他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感謝我們主委 我們這個客委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 當然我們進來很多鄉親 到這邊參與一下 我們達到我們一個 宣導我們一個客家文化的 一個基本的一個 一個能量 那希望大家以後在這種 政府有推動政策的時候 全力的配合 全力的支持 這次的活動 我們台北市十二區就只有一個一個 離合伴 那我也很有幸 參與受邀到這次往西里的活動 那我們之後如果相關活動的話 我們去過所一定會大力支持全力來配合 謝謝 客家藝文活動社區巡迴展演列車 以客家鬧熱風一下為主軸 在北市十二行政區舉辦 十二場次客家藝文活動社區巡迴展演 劇團在台上演戲之餘 還跟台下觀眾互動 現場氣氛十分熱絡 台北市客委會每一年 我們都會在台北市的十二個行政區 然後每一區各舉辦一場 就是客家藝文活動的巡演 那希望可以透過一些不同的這個 譬如說像是人偶劇啊 然後管弦樂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話劇啊 小丑劇等等這個形式 然後將我們的客家文化 跟這些藝術來做結合 那希望說這些台北市的市民 你們不一定要到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你們才可以來參與客家文化 那同時其實你只要走出這個巷子 可能今年的這個巡演 就在你家的巷口 所以是每一年 因為都會換不一樣的禮 所以其實是希望說 可以讓客家文化 在台北市的各個巷弄生根發芽 那今天呢 我們是中正區往西裡 其實是安排了這個流浪小丑劇團 那就是希望說 今天可以將小丑劇 跟客家文化來做結合 那是一個比較適合親子的這個活動 那現場也可以看到很多 爸爸媽媽可能帶著小朋友一起來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的形式呢 可以讓更多民眾來認識客家 客委會將客家表演藝術帶入林里堅 以親子劇巡迴展演 及周邊有趣的活動 打造一個客家文化社區小旅行 讓大小朋友都能一同認識客家之美 記者窩郡 台北報導 我們聽見 喜好 好 好 當外hein ある 我愛聽 等一下 決心 寶藝 下